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届奥运拿到第一金 我们祝贺这位细一微笑剑后之余 都要继续支持港队 未来精彩的比赛陆续有利 大家都要为各位运动员加油 跟他们打打气 今晚就要继续捧港队场 一会儿香港时间7点35分 在东京奥运拿到男子花剑个人赛 金牌的剑神张家朗 就会出战男子花剑个人赛32强 这一场是他今届奥运的第一场赛事 如果成功晋级的话 就会在凌晨4点10分打入决赛 大家记得落力为我们的剑神打气 晚上10点 乒乓一姐杜海琴 就会火拍黄真婷 首度攜手出战乒乓球 混合双打四强 力增奖牌 到凌晨2点20分 黄金组合 謝影雪和邓俊文 就会出战羽毛球混双小组赛 到凌晨3点41分 上届东京奥运拿到两面银牌的 女飞鱼何思培就会出战 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 真是睁眼睛都要支持他们 绝对是 希望各位运动员要突破自己 拿到好成绩了 支持奥运 大家可以透过我们港台电视看直播 又或者去到港台巴黎奥运2024网页 重温精彩的片段 除了全城奥运热之外 我们的天气都一样热烂烂 天文台之前不时发出酷热天气警告 而今年亦都多次录得最高市区温度 在极端的酷热天气之下 不单止市民喊辛苦 对劳房住户和基层工友来说 更加叫苦连天 日前就有社福机构 联同立法会议员 一起去探访基层市民 了解他们在极端天气下面临的困境 有食环署外判清洁工说 临时垃圾站的休息站的屋棚 搭得很矮 导致空气不流通 天气太热的话 就要走出去外面阴凉的地方休息 而且大部分临时垃圾站 都是没有独立的更衣地方和休息空间 部分站更加供电不稳定 而且配套设施也不够 而住在工厦劏房的住户就说 他们房间的空间很窄 又没得开窗 日头的气温成31度 湿度亦高达99% 长生会发霉 住劏房就好像住在桑拿房 环境很差 社福机构建议 政府应该保障工友休息权 舒缓基层人士在户外工作压力 可以带头考虑 在外判清洁工的合约定名 为高温工作下的劳工 提供有身病假保障 就算是少过连续4日病假 都要向工友发放有身病假津贴 针对劏房问题 他们就建议政府规管劏房的质素 以及收集空气质素数据 制定适当的策略 勃款提供酷热天气津贴 去舒缓基层居民的电费压力 其实大热天时 对于要在户外开工的人 真是很大的考验 究竟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话 有什么防暑指引呢 而我们市民又应该怎样应对 酷热天气呢 以下来的环节 跟大家一起了解多一点 香港又热又烤又潮湿 所以在户外工作的朋友 我很尊敬你们 而我在户外站一阵子 就已经全身濕了出汗 一出汗 衣服黏着皮肤的 假设你在户外工作的话 你觉得应该要准备什么防中暑的东西 一定要多喝点水 一定要带一瓶水 还有有风扇 我见很多人带一些流动风扇 也很有用 看眼镜 帽子 多喝点水 吃点水 尽量找一个有遮阴的地方 才做事 自己有没有试过 或者朋友有没有试过中暑 有 知不知道情况是怎样的 整个人暈倒了 出汗了 暈倒了 整身很热 然后心血液液 在香港的夏季 香港天文台经常都会发出 酷热天气警告 而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时 如果气温普遍达到极端程度 即是气温达到涉事35度或以上 就会发出特别天气提示 提醒公众要注意极端酷热天气 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暖天有我热暑怪 热到你们分下了 烈日套哄 职业安全健康局 亦会为户外工作的雇员 以及他们的雇主 提供了预防中暑的指引 Carol 工作暑热警告 分了哪三个级别 这个警告是劳工署基于天文台 发布的香港暑热指数 以及极端控热天气 特别提示来制定的 特别在户外或没有冷气的室内 分为了黄红黑三个级别 当中以黑色为最高的警告级别 表示热压力水平是极高的 那在户外和室内工作 其实可以怎样预防中暑呢 遮阴的话可以在户外工作位置 加设障幕、太阳散等 遮挡阳光 而通风散热的话 可以使用吹风机或者风扇 增加空气流动 令汗水挥发得快一点 帮助身体散热降温 而在室内欠缺通风的地点 或者产生热气的位置 就可以用通风或者抽气的设备 将热气抽走 第三要补充足够水分 以550毫升的水瓶为例 每个小时大概要喝半瓶至到一瓶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多喝一瓶 但记住一个小时内 不要喝超过三瓶 如果不是的话 血液里面的盐分浓度可能会过低 第四就是休息 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立刻要去阴凉的地方休息 喝水和降温 不要死定 想知道工作鼠疫警告生效时 如何计算员工的休息时间 可以去房中鼠专题网页的 休息时间计算就有答案了 在极端酷热天气之下 你们有什么建议给固主呢 休息可以促进员工恢复体力 例如休息15分钟 就可以恢复到差不多八成的体力 之后的工作效率自然都会提升 另外 职安局和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 也发现工作的时候用一些清凉用品 例如冰凉颈巾 冰凉背心和便攜风扇 不单止可以减低员工的热压力 还可以减低他们的中暑风险 这件就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冰凉背心 旁边是有风扇的 另外就是佩尔冰包 它有不同的风速可以调校的 最大可以去到第十二屋 人在酷热的环境之下 体温会上升 如果身体机能不能够调节体温 就会出现热衰竭 甚至是中暑的情况 那热衰竭和中暑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说热衰竭一般的症状 就是头痛头昏 个人虚弱 你会很口渴 但又会作呕作门 心跳就会很快 出很多汗的时候 可能你会出现一些缺水的情况 接触皮肤就会觉得 他可能有些瘡白 还有有些很干 甚至乎有些鸡皮出现 人体体温 核心温度就是37度 如果一路上升 去到40度 就会算是中暑 医学上 如果中暑和热衰竭 就在一个程度上的不同 可能头痛头昏的情况加剧 慢慢会出现一些中暑神经的失调 你可能会说话会有少少是混乱 意识是有些不清楚 有些语无伦次 走起来可能会不会很稳定 再如果都没有适量治疗 其实就担心了 就会开始就好像消坏一些细胞 那会周身的器官 例如心脏、脑部、肾脏都会受影响 有一种叫环纹肌溶解 就会更加危险 是会引致一些死亡的风险 当发现有热衰竭或中暑的时候 要怎样做 最重要是希望可以避热 我们带去一些没有阳光 或者一些阴凉的地方 散热那方面 如果你说穿一些衣服 是可能会松一点 或者解一些衣服 让它空气流通一点 减热那方面 就是譬如用一些小风扇 或者用一些湿毛巾擦一擦身体 就让它加强那个揮发的作用 还有我们都怕是中暑 或者是热衰竭 都是缺水的情况很严重 如果见到它是清醒的 不怕熟悉的 其实给它喝一些水分 去补充都非常重要的 当然见到它好像出现了中暑 例如刚才说的一些混乱的情况 最重要是尽快叫救伤车 如果在工作期间 真的感觉到自己有点不舒服 记得不要逞强 要立刻去休息和降温 如果严重的话 快点去看医生 大家想知道 多些有关职安局的防中暑资讯 可以上去的网页浏览一下 谢谢大家 旅行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有人喜欢喝喝吃吃 有人就喜欢深度文化 好像香港人最喜欢去的日本 他们的祭典都很值得大家去感受 东北三大祭典之一的清深瑞摩祭 每年都在日本东北的清深圆举行 今晚就等美食旅游公关曠青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祭典 Hello,Samantha你好 Hello,你好 欢迎你 见到你的依照已经很有祭典的气氛了 是的,谢谢你们 是的,清深瑞摩祭 是否真的要驱港瑞摩 你有什么看的 其实清深瑞摩祭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瑞摩祭 其实日本的东北三个祭典里面 就是其中之一 每年有300万人去的 为什么是这么出名呢 因为其实它每年 每逢是2号至7号 每天都有一个祭典 日头都会有很多气氛 正如大家看到的萤光幕 其实它们就是一个很阔很深的祭典 其实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当中去拉动祭典 才要你穿了现在这个跳人衣 也可以像大家在现场那样可以参与 另外在7号的夜晚的时候 其实还会有烟花祭的表演 就会将得奖的清深瑞摩 就可以在海上巡游 看片都觉得很吸引、很漂亮 但我又想问这个瑞摩祭 其实有什么典故而出现的呢 其实这个瑞摩的典故 就是说当你七夕的这个典祭的时候 就用来驱赶那些睡觉 即是眼睡 真的 就是一个仪式 所以就让我们没那么眼睡 就是属于夏天的祭典 对啊 参加的时候就真的不会眼睡 对啊 很开心 很高兴 是的 还有刚才片段里面 我看到很多朋友跟你穿着同样的装束 这个造型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叫做清深瑞摩祭的一个跳人衣 只要你在祭典里面你穿了这套衣 就可以一起随时加入队伍一起去跳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游客会参加 他就会去到车站的时候租一套衣 大概五千日圆左右 然后就会是一个短板 摄了个袖 一起跳跳跳 我们平时就方便我们 我们就会穿球鞋 但其实他们有一套 有一套剧的 就是不需要事先报名的 是的 就在现场可以报名的 可以早一点 除了清深圆之外 我知道其他地方都有睡魔祭 各地之间的睡魔祭有什么不同的呢 除了清深市里面有睡魔祭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睡魔祭 首先我也要介绍一下 就是来自尊兴地区的 就叫做五所村园睡魔祭 其实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每年就有三座这么高的睡魔灯笼 就是有整个七层楼这么高的 二十三米高 十九吨 就是很大班人一起去拖住它 另外就有一个在云前市的睡魔祭 现在你看到是线形的 这个就在云前市 它就有八十款不同的 又是大家就会在那个环境里面 大家有一些大的小的 一起拖住 一起去表演 很壮观 现场看这些祭典 这些灯笼真的很壮观 我知道了 其实当地还有一些 和睡魔有关的展馆 里面有什么看呢 其实当地还有一些 睡魔展馆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睡魔祭 就只是在夏天才有的祭典 但是这两个展馆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的 我首先就要介绍就是睡魔之家 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清心睡魔祭里面的一个展馆 它里面就有睡魔展览 它也可以看到那年得奖的作品 也可以很近距里里面去了解它当中的历史 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立体睡魔灯笼馆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高的灯笼 它就有一个旋转楼梯 就可以很近距离地去欣赏到睡魔 里面还有一些祭典可以参加 很棒 你自己也有去过祭典 有去展馆 简单来说 你的感受是什么 真的一定要一生人要去一次 是吗 因为始终不同的祭典里面的气氛就不同 所以可以参与到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机会 谢谢沈文华的分享 在你这么极力推介之下 我想有机会去当地旅行的朋友 不妨都去体验一下这么有特色的祭典 其实留在香港都有很多的选择 一样可以深度游 好像参加本地团那样 去吐露港西北一带的圆洲仔 参观百年古迹建筑 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我们一起去了解多一点 平时踩单车经过大埔 都未必会发现到这里有一条小路 今天就和大家沿着这条路 走进去探索一下有什么看 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本于大埔套路港中的一个小岛 前身是1906年落成的前身界政务司官底 现在已经被列入为香港的法定古迹 这里会举办不同的导赏团 透过教育活动来推广环境保育 斯文,我是来参加导赏团的 你好,Edison 欢迎参加我们的导赏活动 我们今天一起看看小岛的古迹 和探索海岸生态 好,经我来吧 Edison,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主流建筑物 它是在1906年已经建好 是一个法定古迹 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以前是有些名人来过 应不出是哪位的签名 应不出是哪位 其实就是菲利普亲王 他也来过这里参观 来到这里看到有书房 有些官员喜欢看书 就将它转变成图书室 另外这边也有一个客厅 但今时今日无论图书室或客厅 也会发故事 将它转变成多用途的工作室 当中我们现在即将 就会由地上一层 尝试上二楼一起去看看 我们会经过一条原装正版 118年历史的木楼梯 因为我看到你们保留得很漂亮 即维会得很漂亮 因为它完全不像八多年历史 当中我们在香港 其实很难保留得这么久的历史 因为香港又濕又热 很多时候会有些白蚁 或者小群众注射它 所以我们也要花了一定的心力 才能好好保留得到它们 那我们不如上去楼上看看 好 沿着木楼梯走到上二楼 布出了阔的游浪 就被一望无际的套路港景色所吸引 绝对是必到的打卡位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个漂亮的风景 原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就叫做游浪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将室内和室外分隔开一个间距 冬暖 夏凉 减少了太阳光 是晒进屋里面 也折散了林源 参观完主流建筑 来到屋前的大草地 有个种了140种植物的英式花园 这棵树橙红色的很特别 是什么树 这棵树它的名称叫红皮醋果茶 眼前这棵树 就是当年中日杰爵士抗礼 为了纪念它过了新的儿子 而种植在这里 你看到它比较特别 树干就是啡红色的 其实它表面有些粉末 就防止其他的植物攀附在它身上 而且这个品种 如果在香港户外的地方增长的话 其实它是受到香港法例保护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乱去骚扰 去搞它 我们这里有一个 用有机方法种植的庭院 当中我们种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农作物 例如有青瓜 但是青瓜和我们平时看的有些不同 有些钉在上面 是的 我们平时吃很多蔬菜水果等等 但很少会看到它种植的模样 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些 亲子农夫的活动 我们很希望家长和小朋友 可以一起体会到种植 甚至乎收成的乐趣 这里有些海岸生态的渡场 例如你现在看到 这些就是一些红树林 但是为什么不是红色的 红树其实就是有些品种 用刀子切开之后 红色的汁液流出来 就是叫红树 当它生长到一大片的时候 就会形成了红树林 红树林在环境上也很重要 能够稳固到海岸线 同时也能够组成了好的生态环境 可以容许一些的鱼类 丢类可以生长在里面 但同时我也会看到 在海岸边会有一些海洋垃圾 比如一些玻璃 可能来自玻璃瓶 它掉到海之后冲刷上来 当中久经年月 然后经过海水的打磨 变得不那么锋利 近年来都会有一些工作坊 是和一些同学一起做一些海洋垃圾 我们特别说是海玻璃的 升级再造的小手工 今天参加完这个导赏团 就是令人有一种心旷神异 软利繁固的感觉 如果你都有兴趣 游历这座百年古色 或者想了解多些海岸生态 都可以上网报名 参加这个周末导赏团和工作坊 市民出街乘车很多时 拍完卡给完钱 就直接去找位坐 未必会留意到收错车费 是的 我通常都是听到嘟一声就走开了 很少去留意过收费屏幕 是的 就是我们蒙茶茶 可能没有为意 有机会被人收多了钱 近日运输署揭发 一间经营粉岭区里面的 四条专线小巴公司 在5月19日起自行加价 未经批准就收多车费 四条路线包括501A、501C、501K和501S号线 运输署说 刑办商向乘客收取高于运输署核掌生效的车费 每程的差额是介乎3毫至1元不等 运输署说好重视事件 认为相关的情况不能够接受 会严肃跟进 要求小巴刑办商和八达通公司提交报告 尽快通知受影响的乘客有关退款的安排 小巴公司之后贴出告示 说由于车费系统出现不差 所以收多了车费 由上星期六开始收回原来的车费 又向乘客致歉 承诺会安排退返回多了的车费 又踏开涉事专线小巴的乘客说 没有为意这两个月搭贵了车 不满小巴公司滥收车费 亦都不接受他们的解释 另外亦都有乘客担心退不足全数 而且用散衣去搭车是退不回钱了 至于开这些路线的司机就说不知情 因为公司没有向他们出通告 而且加价要八达通公司去调教系统 不是那么容易改车费 刑办商在事件之后 已经是割置了加价的申请 希望有关单位可以检讨一下 不要再发生多收车费的事了 那我们出街搭车才有保障的 说到出街了 香港有山有水有那么多好地方 小朋友又觉得去香港有什么地方是最好玩呢? 和话香港我们听小朋友一起去说吧 维多利亚港 它有一个很美的海景 就是坐天星小轮走维多利亚港 因为天星小轮是香港特有的交通工具 而维多利亚港也是香港特有的海港 它的夜景就很漂亮 因为它有好像满天星在天空上 我会说是维多利亚港 因为其实它代表着香港的范围 同时其实它的夜景也真的很漂亮 太平山 因为它可以望着整个香港 山顶或者街边那些旧街的照片 这些歌五光十色 以后这些照片又大 很多东西看 是摩天团 所以上面的景色也很漂亮 不单是游客 本地的人都会去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